這個生命不夠讓我沒辦法 那時候 戰爭的時候 日本人瘀掉了 他來這裡瘀掉王光河 現在他七八八 去瘀掉了一個鍋 那個鍋子他給他揭起來 有刷牌的火 他就在哪裡 他叫做刷牌的鍋 旁邊有放一張風靈 以後 旁邊有風靈在旁邊 他們現在就說 那張牌子有在外面的膝蓋 現在他穿那張牌子要在旁邊 用刷牌子要撲 他撲在手 他在外面要整張 要撲起來 去撲到膝蓋 過了之後 他現在說著 沒有人敢去頂戴那張牌子 只要是想破壞神戎的人 都會落個受傷的結果 從此就再也沒人 敢隨意處理神戎 關於神戎的傳說 還不止這樣 傳聞曾利用榕樹的契根 救活裝頭裡的小孩 來 我小孩的時候打出去 人家說我有十九年 有十九年 要準備那個 我媽媽還來這裡 叫 我來這裡 像是說 阿板 受金 就等於那個兄弟 我來叫我 叫起來 你會去嘴巴 他給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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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牌子 他會不會啦 一定會這樣 不能讓你牌子 這樣就是 叫那個女兒 沒之後 大家都在這裡叫 叫我 叫我再過來 我小時候打出去 人家說我有一九年了 我有一九年了 要準備那個 我媽媽還來這裡求 請問說 我們囚禁爭議聖帝 給我請求起來 你的嘴唇給他 給他割 你如果割他的嘴唇他 他就不會 一定不可以給你割 那就是求 求那個女兒後 沒有後來 大家都在這裡求 不然求再過來 你穿的嘴唇 他這樣好多多 你入了這瓶 他都不需要煎進來 那個就是頂尾 他的嘴唇